大家好 港股終於在星期五突破近期一個悶局 亦突破到29,000點 最主要就是上星期都提及 要突破29,000一定要靠一些重磅科技類的股份 才有機會做這個突破 其實今個星期三隻主要的藍手科技 尤其是美團 騰訊 巴巴都有明顯的反彈 亦帶動到港股 亦重上29,000流上 可否再高一層 暫時先看著29,500 因為現時大家都是憧憬著一些政策面鬆綁的情況 但事件仍未說是反弄斷問題 完全未說是清晰 所以暫時夾到上來 殺了比較大的紅症區域後 有機會下星期就回到29,000這位置穿梭 所以我覺得暫時是看著29,500附近 下面的支撐位置已經慢慢向上移動 其實是維持28,200的位置 但暫時來說市場氣氛偏向比較正面 雖然今天市場升四百多點 但成交是四千五億多點 但股份的輪動 其實今個星期由車股到星期五 由車股到一些科技股身上做這個爆發 到底下星期可否持續是這樣的狀況 要看政策面會否是鬆綁的狀況 但今天最少騰訊可以叫成功吸納資金來做這個追捧 我想後續在半年之前 其實還可以反覆反彈 但可能彈到上比較樂觀 可能去到六四零附近 阻力都會再次明顯 而看下星期炒作的板塊 我想都可以維持著一些題材性股份 都可以做得比較好 剛才提及過科技利股的板塊 其實已經開始有反彈之餘 車股有機會短期休息 因為之前抽得比較零利之後 其實資金有機會輪動 但如果你看到今天資源類股份 都做得比較理想 但當然又是政策面未曾鬆綁 純粹是大家憧憬或有資金流入 但這個辦法可能要小心一點 但如果你說其他就是環保類股份 其實開始就知道大家當然 在持續減碳排放的大環境下 其實暫時還是偏向走勢上樂觀 而留意接下來一些炒蘋果相關概念股份 其實也升了不少上去 有機會趁高開始慢慢獲利 我覺得可以這樣選擇